您好 欢迎收看《优时焦点新闻》 我是刘洋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 7月19号星期四的重要新闻 首先来关心美俄关系 川普总统今天表示 他认为先前与俄罗斯总统普廷的峰会是一大成功 并且期待再次与普廷会谈 川普今天在社交网站推文表示 美国与俄罗斯的高峰会是一大成功 但对于人民真正的敌人 也就是报道假新闻的媒体来说并非如此 他期待双方的第二次会谈 以便着手实施双方曾商讨过的许多事情 包括制止恐怖主义 以色列的安全 核武扩散 网络攻击 以及经贸 乌克兰 中东和平与北韩问题等等 川普表示这些问题有很多答案 有些容易 有些困难 但是都可以解决 普廷稍早曾在峰会之后表示 他和川普达成了多项协议 但川普和白宫都没有确认两国之间达成了任何实质协议 而由于川普昨天一度表示 俄罗斯不再继续锁定美国作为目标 与前天他所说 相信情职单位对俄国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的说法自相矛盾 引发了外界强烈质疑 对此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 美方认为这方面的威胁仍然存在 这也是美国为何要采取行动加以防范 另一方面 普廷今天则在一场集会演说时表示 美国境内有一股势力 为了自身的野心 宁愿牺牲美俄关系 将狭隘的自身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他又表示 尽管如此 俄方仍然愿意在对等基础上和美国发展关系 双方需要新的正面议程 以合作与找出共识为目标 继续来关心国际消息 以色列国会今天通过了一项法案 规定只有犹太人 有权在以色列形式民族自决 阿拉伯裔的国会议员因此表示 该项法案具有种族歧视的味道 与种族隔离只有一步之遥 以色列目前人口大约900万 其中有20% 大约180万人是阿拉伯人 而这群阿拉伯人一向就认为自己被视为二等公民 以色列国会在经过几个月的辩论之后 今天以62票赞成55票反对及2票弃权 通过这项右翼政府支持的民族国家法案 除了重申以色列是犹太民族的历史家园 犹太人独享在此地行使民族自决的权利之外 同时也取消阿拉伯语与西伯来语共享的官方语言地位 降格为可继续在以色列机构内使用的特殊语言 阿拉伯裔的国会议员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强烈不满 指出该法案歧视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 距离种族隔离只有一步之遥 与此同时 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则表示 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该法案加强了国旗 国歌和语言等国家象征的地位 将焦点转回加州 Yosemite国家公园上周五开始的山林大火还在继续 火场面积目前已经超过了2万英亩 而火场受控面积目前却只有7% 这场被命名为佛格森大火的火灾是在13号 在Mari Passa与国家公园之间的山区开始延烧 截至今天上午 火场面积已经达到2万1千多英亩 超过100栋民宅与商业建筑遭受威胁 虽然消防当局已经投入了1850多位消防人员 但仍然只有7%的火场受控 国家气象局预报人员表示 因为受到地形限制与高气压滞留的影响 农烟被困在山谷中无法散去 空气品质变得十分恶劣 当局不得不发布空气污染警报 此外 当局也将140号公路以南 大约18英里范围内的 Sierra国家森林区关闭 包括知名登山景点Devil's Peak在内 建议有意前往优胜美地周边旅游的群众 最好先查明附近的最新状况 再决定是否前往 南湾Santa Clausen宣布将介入一起联邦诉讼 以捍卫美国人口普查局 长期以来在人口普查中统计所有人 而不管移民身份的管理 Santa Clara县发布的声明指出 已经申请介入阿拉巴马州提起的联邦诉讼 该诉讼主张将无证移民纳入人口普查 违反部分宪法条文 要求在2020年举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时 不要把没有合法身份的居民列入 Santa Clara县府表示 介入这项诉讼的动议 同时获得盛和西市和其他地方政府的声援 旨在维护公平和大意志政府的基本宪法原则 以及保护该县每年基于人口普查而获得 可以服务所有居民的大约5亿美元资金 宪政委员会主席表示 无论一个人的移民身份 他都是人 当有人试图剥夺本县及其居民 有权获得的加州和联邦资金 以及剥夺与该县的整体人口数量相称的政治代表权时 就必须反抗 县府法律顾问也指出 阿拉巴马州的论点 无异于公然藐视美国的立国原则 另外 加州最高法院18号 则是以全票表决通过 将宣腾一时的要把加州分割为三个州的9号公投提案撤除 9号提案主张把加州一分为三 包括北加州、南加州和加州 先前已经获得公投提案所需的联署签名 原定将列入11月7中选举的表决项目 环保组织计划保育联盟上周提告指出 9号提案相当于大幅修改加州宪法 就算要提出 也必须作为修宪案 而不是普通公民投票 加州最高法院在表决撤案之后表示 之所以撤下9号提案 除了因为提案的有效性遭到严重质疑之外 法院也认为 允许留下提案接受公投产生的潜在危害 要大于把提案推迟到未来选举的潜在危害 9号提案正式列入选票之后 成为全国乃至于国际新闻 而就算加州选民投票通过 州议会也通过修改加州宪法 也还是需要国会同意才能实施 成功的几率极低 在财经消息方面 有线电视与媒体业者Comcast今天表示 将退出竞购媒体大亨媒夺的 21世纪FOX公司电影与电视业务的权利 因此该竞购案最终将由迪士尼集团胜出 Comcast发表声明表示 将把重新转向欧洲付费电视服务运营商 天空集团收购案 而此举等于确定 迪士尼将可以完成收购福斯的交易 过去两个月以来 Comcast一直在与迪士尼竞争 企图收购21世纪福斯公司的影视业务 包括国家地理频道 22个区域体育新闻网 视频串流公司Hulu的30%股权 以及在英国提供付费电视 与宽屏服务的天空集团的39%股权 直篮NBA多龙多暴龙队与圣安东尼奥马次队达成协议 马次队的明星前锋Coyleonard将被换到暴龙队 但是由于他本人已经表明无意替暴龙队效劳 因此后续发展如何 蓝坛人士还将继续关注 根据马次队与暴龙队的协议 马次队将与Coyleonard和Danny Green 交换暴龙队的Demar Deleuzen和Jacob Porto两名球员 外加2019年第一轮选秀权 堪称NBA今年夏天最重量级的交易 但根据ESPN报道 Coyleonard无意为暴龙队效力 就算今年加盟暴龙队 明年夏天也很有可能跳脱合约 因此后续发展值得观察 稍早他主动表明不愿待在马次队之后 马次队就开始聆听各队报价 不过由于马次要求实在太高 胡人与塞尔特人队等队纷纷退出 暴龙则是约两周前开始与马次商谈 而暴龙为了达成这笔交易 也把原先保证不会交易出去的Demar Deleuzen 放上了谈判桌 Demar Deleuzen和暴龙目前还有三年 8300万美元的合约 他对此表示暴龙队言而无信 这里没有所谓的忠诚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